为什么火焰总是向上的 好暖哦 波哟 凤凤娃 你在烤火取暖啊 对啊 乌拉博士 欢迎你一起加入吧 来烤火取暖好不好 好啊 那你可得多加一点柴火才行哦 没问题 够了够了 别在家啦 火焰怎么忽然升得这么高啊 这个道理很简单啊 当你点燃蜡烛或者是点燃火柴的时候 火焰总是向上的 火焰的下面却一点也不热 这是什么道理呢 原来热气比冷气轻 热气总要向上跑 火焰周围都是热气 热气向上跑得很快 从四面八方把火焰夹着 火焰没有地方去 只好跟着向上跑 这个道理啊 就像是看电影 散场以后 你在人群之中 被推着向前走 是一样的 哦 哦 蹦蹦蛙 现在你明白了没有啊 烤焦啦 烤焦啦 啊 啊 啊 呱呱鸟 你怎么变成烤小鸟了 还说呢 你们把火升得那么高 我从上面飞过去 就变成这样了 烤焦 我被烤焦 被烤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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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ый 他们被烤焦 温水 家掌 瘴 牛家掌 elo 友商焦